大家好 我是阳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压压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广州市月秀区阳城同创会 你们知道吗 这里藏了一家既可以喝咖啡 还可以玩游戏的宝藏店铺 同时呢 这里还有华南首家电子游戏档案馆 快跟着我一起去 看看吧 大家看到我们手上捧着的就是 非常出名的小霸王学习机 其乐无穷啊 就是这一个了 小霸王学习机是90年代初的机器 你知道小霸王学习机的爸爸是谁吗 鸭鸭 这个呢就是小霸王学习机的爸爸 大名鼎鼎的任天堂红白机 就小霸王学习机它其实呢 硬件上面呢 它是红白机的克隆机 它里面支持的游戏 是跟红白机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我们看完了红白机 让我们看看红白机的爸爸 就是下面这一台 这两台机器呢 一个叫TV Game 15 一个叫TV Game 6 这个呢是任天堂的第一代的出的游戏机 这两个机器是七星年的 红白机是83年的 但是当年它这两个呢 就不是最出名的游戏机 最出名的是这一个 这个叫亚达利2600 它是在游戏历史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游戏机 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成功的游戏机 现在就很多的文化 其实跟游戏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有一个地方 通过游戏去连接到各种各样的文化 并且打破这些文化之间的那个次元壁 这是我们想起这个万物破源的这个意思